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阿军武器言论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想和大家做一个review 关于我们在星期六的一个问答 问答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网易问题 我们将它尽量展触 作为一个简短版的形式 大家不用一听就听了 可以选择一些你有兴趣的 topic 我们在标题上标示了 所以大家可以跟随你的兴趣 去收听你有兴趣的部分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节目 方便大家收藏或去听 接下来也欢迎大家 在这些问答环节中 我们会做个直播 大家可以进来问话 我们也开通了discord 所以将来大家可以通过mivigroup 收到VJ的邀请通知 按进去之后就能够很快收到我们的邀请进去 真人发声直接和我们聊天 问问题等等全部都可以 另外大家记得帮忙按LIKE 是可以令到我们在推荐频道上推得高些 有其他朋友可以尽快认识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订阅数 希望可以尽快认识到50k 另外也可以帮忙按钟 第一时间可以收到我们节目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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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不宜迟 那我们现在就帮大家拨过去的问题 当日的直播那些问题 想问一下B21的规格和B2有什么进步的地方 这些暴 LOT比较便宜 便宜很多 便宜很多 账号称5亿美金一架 到时实际是怎样呢 也不知道 还有B21应该的酬帐量应该会小点 但是可以做多些任务 可以做一些耳监性的任务 所以它的用法应该付出击架次也会多很多 还有美国空军预计买的都是百多架 所以它的摊开的费用就没有B-2那么夸张 大家要知道B-2当时其实只不过是一架大型轰炸机加了隐身设计 它的想法仍然是冷战时代飞去你头顶摸弹的感觉 但是B-21肯定不是 B-21第一一定是防区外的大量巡航导弹发射 第二就是它不需要有这么大的筹灾量 因为全部都是精准打击的 还有我觉得到时B-21其实现在美国军方很明显 他们现在发展的重点当然仍然有防区外的攻击方式 但是越来越看重的始终是无人机的发展方向 所以B-21其实它弹仓里面带着的应该是无人机 放下无人机出来 接着无人机飞到五上下 它再发射一些类似无人机的游荡式的弹药 或者自杀式的弹药 那些才是未来的打法来的 就等于是你的行程变得搭上搭 一来你就不用飞那么近的目标 二来的话你就的确是不用带那么多的 说明说B-21会飞得比较高 就是跟B-2比较 B-2是会有低飞的玩法 但是B-21就不会了 完全是高飞 B-21也是有防人机 例如RQ-180 RQ-180你搭一齐出任务 就是以后的打法 海军也好空军也好陆军也好 其实都是除了将以前在你头顶摸弹 就变成在你防区外起势摸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全部都是消耗品 冲进去就乱炸 或者是干扰你的系统 接着它后面的防区外的巡航导弹 或者其他的弹药 甚至是其他第六代战机才会冲进来 是的 但是你能够幻想到 B-21配合它的飞机全部都隐形 例如RQ-180是隐形的 B-21是隐形的 甚至乎Loyal Wingman都是隐形的 可能Loyal Wingman都有机会 一起去飞 当然Loyal Wingman的问题就是 你不停加油 B-21就不需要 RQ-180也可以飞得比较延 所以要趁着B-21在太平洋战区这边 那个配备我们就很期待了 欧洲那边就很简单了 但是太平洋这边的海域这么大 B-21怎么发挥呢 我想将来很多专家会有个讨论 其实只留下B-52还是B-21就可以了 就是B-1、B-2可以收档 收档了 其实B-1是可以说现时最无价值 B-2也会被B-21取代 那么B-52的价值在哪里呢 就是客阻力 便宜 和客阻力 因为它大大价 你老远隔着400公里你就会看到了 它就要告诉你 我过来打你了 我在你的防区外飞来飞去 它身上随时带着几十枝巡航导弹 甚至是我们刚才说的 它带着所有的消耗型的无人机 它就是告诉你 我在你家门口游来游去 真的打的时候 当然不是B-52 真的打的时候B-21 破门冲进去 接着B-52才在后面 再用它的大的筹载量 大的载弹量 来做攻击的主力 即是等于美国佬以后的打仗方法是什么呢 一个是一个忍者型的刺客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大只 就像Law of the Rings里面那些 那些兽人 总之大大份又丑样 但是它就很大力的 总之就帮你拆屋 帮你拆屋就最厉害了 一个是负责暴力 一个是聪明一点闪进去 一个是破坏你的防守 将你冲进你的堡垒 将你的洞门打开了 然后兽人就冲进来 拆了拆了 忍者就回家睡觉了 B21 没特别 我纯粹说B21和B2 总之战术上都有很大的改变 在现代的战争里面 隐形无人的方向发展 网友说B21什么时候是非 应该今年会是非 大家耐心一点 到深马可能会有相关的消息出来 我见到Ed Hingman 怎样看最新的那架混血无人机 即时有一架莫哈维 MOJAVE那架新型无人机 在美国 他很常常开过一集广告 其实上面那枝7.62的Gatling有什么用 取代A10 他主要近程支援取代以前一部份A10角色 A10的Gatling是30 这架是30个 是 你用7.62去顶尾30 会不会不够 怎样说呢 因为A10的设计是打塔塔的 不是打装甲 所以他用30毫米的炮 比方说地面武装人员 其实是有点浪费的 你不如用7.62 或者12.5 打得比较密 其实更好 其实MOJAVE 这个Gatling的设计理念 基本上就是 其实他是有点像海军的武副船 他变了空中的无人武副机 那就是很多时候 你真的要近程的支援 我们以前说的奶地 或者是一些低烈度的抗争的战场 他带的载弹量是比较足够 做不同的支援任务 那些炮其实都是放在这里看看 真的打起身 其实不会用到 因为你炮的载弹量实在不够 你最多就是 我想都是 看先 如果按这个弹鼓来计 我想都是不法顶尽 很快打完的 那不如你扔我们火了 那他是不是用来取代MQ-9 比MQ-9做大价些 我想那些其实是拿来 近程床位 好像Clock 以前有什么 炮的载弹量 过去 Oscar完全说得 听不到你说什么 你找个收得好些的地方说 不好意思 Oscar先瞧你 你的收音始终 不是很好 我们等一会儿 等Oscar回来 再让他解释一下 但我觉得他的idea 他是不是取代MQ-9 有一部分 但是大家很明显看到 就是他的发展 比较偏向于武器的投送 就不像MQ-9 MQ-9是多任务 就是查打一体 他的方向有少少不同 他的方向有少少不同 因为海军还没有无人机 他真的放了一支M2 240 放在南艇上 但始终是社会 和社会有限 就是这件事 我就在想 就是这件事 要看在哪个战场使用 因为如果你真的大国争霸 用这件事 有些闻水 或者说 其他低烈度的战场 比如说卖给中东 或者卖给 敘利亚那头 那边的战场使用 就应该可以的 这一架机给我的感觉 其实是太过专一 Larry兄怎么看 是这些多陆地的战场 就是太平洋就不适合了 你看到他的航程 又不会特别远 装了这么多重武器 所以第二个就对了 这件事 中东又退出了 阿富汗又离了 所以我相信这件事 用武之地 应该不会特别好 接着有网友说 对每个国家的军队 他复食比较有兴趣 那我们找些主持试吃吧 好吗 我提供资金 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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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久没有上过节目 是啊 因为我提供资金 看看有没有试食感死对 可以试食 拿这些东西来教育 我罢工 我不试食这些东西 军方的东西从来没有听过好吃 我罢工 阿富汗 阿富汗 有没有试过美国的军粮 我试过MRE 2020年那时 有一阵运在家里 接着我买过MRE 叫做好玩来吃 哇 难吃到 真的好像在咬蜡烛 这样的款式 真是很难吃 没有味道 因为他设计上 有些没有味道 有一些是很咸的 因为他军方设计就是 你如果作战的时候 你会大量流失水分和盐分 所以有些是很咸的 但有些是一点味道都没有 总之是 总之是很难吃 要你一粮一叉 一叉 即是军粮这个东西 都是确保你不要死的 只是保障你基本的需要 即是有营养 比如说你碳水化合物够的 你蛋白质够的 你蔬菜有些 那你的盐分补充 你的矿物质补充 都有的 他都会加入的 但问题是 你吃完之后 你真的想丢掉它 可能怕你太好吃 未在最紧急的时候 已经吃光了 不是啊 你看看 都有网友说 自卫队那些伙食很好 韩国那些好像都OK 只是美国是特别衰 美国和英国好像特别衰 有个军官好像不够吃 结果被人罚 很可憐 罚了不知几个月两 很可憐 那军官很好笑 他是在食堂那里偷什么 他偷一些纳豆 他不喜欢吃纳豆 偷了好像是 偷了几份 好像是两份还是三份 其实他不是偷 他是说因为一份太少 他不够吃 他拿多几份来吃 想着是自助餐形式 可能 日本人这么讲究规矩 你说他会不会知道自己 是不是在吃自助餐 摆明是偷 我听闻这个法国的军娘很好吃 MRE 看有youtuber吃过 好 那箱要三份 美国那些不是 什么都要旧几吧 一餐是旧几 你才是法国的一餐要三份 一天 好像是吃一天的 我买了那次 哦 意大利应该都不差 这边我说一说 之前呢 香港有得买MRE 美国那只 九十多元一包 一刀 是 你什么评价 什么评价 我没吃过 我都知道难吃 所以没买 很难吃 难吃所以没买 跟Simon一样 都觉得很难吃 如果Simon吃 我可以吃 哇 拿我来教票 人家出钱 你出名可以 拿我为来教票 我很疼自己为的